- 哈嘍大家好我是W小便 那在之前韓版曾經有要在最近舉辦一個活動就是 你所有的職業都可以來找齊岩村莊裡面的NPC來買職業對應的新的宏記 那當初是因為特別的狀況也沒有說明為什麼就直接把它取消掉了 不過現在一折以一醒一折以憂的反正總而言之他終於回來 這個荔枝那你現在只要點他就可以去買這個技能 那基本上他都是賣你紅技如果是狂戰士的話他會賣你紙技 好那這個活動的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總共賣什麼東西吧 來我們點開來看之後像我這隻暗黑騎士他就會賣我一個180萬名義幣的技能 好那所有的職業呢基本上都可以用180萬名義幣的 去買他對應的這個技能 而且都是紅色的那我們就整理給大家看 王族的話呢你可以買到勇猛武器 騎士的話呢買到反制攻擊 妖精的話重擊之死 法師的部分破壞之境 黑妖的話是暗影閃避的命運 槍手呢是這個雙重射擊的子彈填裝 龍鬥士的是龍之鎧甲的衝擊 暗黑騎士呢是黑暗之劍復仇者神聖劍士呢是附魔遊戲的混亂 LV2 那狂戰士 這個他的兩招新技能是不一樣的 那除了狂戰士之外剛才上述所有 舊職業 既有職業所有賣的技能這些紅技啊 全部都是180萬 全部都是180萬 那麼在狂戰士的部分呢他是賣兩招 那第一個是衝撞90萬 第二個是泰坦的暴擊 那這一招的話呢他賣的是300萬 好那這個是 關於這個 名譽幣全職業 限時的 紅技的販售 那除此之外呢除此之外 雪蒙商店原本在15級你可以去買的這個技能書啊 他現在把它改成是你只要雪蒙10級 就可以去買15級的這個技能書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可以留意一下這個活動 那不知道剛才大家對於這些技能喔 賣180萬 名譽幣的這個想法 是怎麼樣 小編自己的感覺是 我應該會再多存一點 因為180萬跟200萬的子劑啊 其實只差那麼一點點啊 那180萬買紅技 似乎有點 感覺喔 稍微貴了一點 180萬真的不是一個 小數字 畢竟紅技的範圍從16萬 到180萬 這個區間真的是有點 落差真的有點大 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怎麼樣 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來一起分享交流 那麼這個影片呢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我是小編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BGM